唐人归山有一间银行金船抢案 在今天早上9点多 一名男子疑似是被债务逼急了 情绪激动手持玩具枪抢银行 要求交出100万人现金 幸好行人很精紧安抚男子之后 连忙报警让他没有得逞 身穿黑色上衣的男子坐在椅子上 情绪激动哭喊受不了了 和好几名原警激烈拉扯 男子念念有词不断挣扎 原警软银兼施行员也连连安抚 累经一番折腾 终于合力将这名抢银行的男子上靠制服 铁儿搜嫌抢银行跟债务压力有关系 27号上午9点多 桃圆这名44岁的占星男子 闯入桃圆归山一家银行 将BB档玩具墙插在裤头后 大喊要抢银行 要求交出100万元的现金 行员见他情绪激动先行安抚 在案灵报案 警方火速到场逮捕嫌犯 到场后发现 犯嫌疑似持有强械 原警随即进行劝缩并压制逮捕 目前已经将嫌犯带回派出所 厘清案情 现场无人伤亡 亦无任何财损 全案依强盗罪 移送桃圆地检署则办 依据了解 嫌犯疑似遭债主逼急 才出此下策 最终没有抢到半毛钱 也没有造成伤害 警方依强盗罪将他移送正办 简珠强团人报导